这个洗衣机是怎么个故障呢? 这个洗衣机就是这个门里边这个东西 这个塑胶好像就有点什么裂口 然后就开始漏灯水了 洗衣复舍 是这样 通常这洗衣机脏了呢 那个胶垫光是脏吧 都是可以清洁 但是它一旦漏口了 那就得更换新的了 我们看一看检查一下 现在我们细看这里边呢 有露的眼 露的眼就需要更换了 清洁就没有必要了 这块比较暗 大致看了一下啊 大致有三个洞 我们就要把它清洁更换个新的 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更换这个洗衣机的滚筒啊 因为它在下面啊 都需要把上面这个洗衣机呢 先拿下来 卸下来 拿掉 然后再把这个洗衣机抽出来 把前盖卸掉 先把上盖卸掉 先把上盖卸掉 然后把这个前脸卸掉 这样的话呢 这个洗衣机胶垫呢 才能露出来 才能把它卸掉 好 现在我们一步一步的给大家操作 现在我们把新的给拿来了 新的呢 是这个品牌 这是从网上订购的 因为这个配件啊 如果去买吧 很难买到 通常要到主要订购 是新的就拿了 好 我们现在继续操作 第一步我们把这个 它在外边吧 有一个钢丝的圈 把钢丝圈卸掉 通常呢 它这个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个胶垫 把这个钢丝的圈卸下来了 现在啊 这个刚才说 想能不能省点事儿 不卸这个门和盖 能不能把它拿出来 我们看是拿不出来的 只好得卸掉这个前脸 卸到前脸之前呢 必须要卸到顶盖 然后呢 才能把这个整个胶圈的 情形露出来 露出来 因为里边呢 刚才我们拿掉一个钢圈 它里边还有一个钢圈 两个钢圈 如果你不卸它的 里边钢圈拿不下来 那你光拿下来是容易 你硬钻也能钻 可是你上锡 钢圈就上不上了 就必须得把它前脸拿掉之后 才能把这个心的上升 上升之后 然后再把这些归位就完事了 现在我们把这洗机和洪服干机 这个两层整个都拉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 我们到后边来 到后边来 回回 把这所有电源都卸下来 这个电源拿下来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电源 这个电源拔下来 这个电源很重 通常要拿一个钢子之内往下撬 然后 把它插到这里面来 插到这里面来 还有一步 关键的一步 就是把这水闸关掉 这个水闸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一操作那块水冒出来了 水闸关掉 水闸关掉之后 我们转过手来 看这块 把这块呢拧开 现在呢就安全了 刚才已经断电的情况下 然后呢 然后呢 又把这个 插住又拿出来了 看看我们现在啊 操作这块时候 通常带着绝纹手套好一点 确保它安全 你别犯麻烦 可以把这个 这个鞋子来了 现在我们把上下路设计的转开 你打开 你打开就是那个 发电话那个 在短线里面 有写 你打开 你打开 反应了 对 就把螺丝给插入 对 把这四个螺丝旋开 这样就放得起 好 现在这个洗机 我们看到这后边 要想洗掉这个上盖 必须得把现在后边这三个螺丝卸下来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演示 卸这三个螺丝 非常容易 用这样的螺丝 用这样的速度 用这样的速度 你不能锁它 OK OK 好 这三个螺丝卸下来 这三个螺丝就拿下来了 好 可以了 现在这个后边的盖 螺丝已经卸下来 现在开始卸前面的螺丝 前面螺丝先把它抽出来 把这个盒放到一边 轻轻地放好 然后这里边看好 这有两个螺丝 在这边卸下来 螺丝不能弄丢了 螺丝不能弄丢了 螺丝放一边放好 OK 好 先这样 再把这个螺丝卸下来 这个呢 前盒就出来了 前盒拿下来 也轻轻地放在一边 把面朝上 让它抹了 咬 呃 呃 臭 这个前脸啊 上下都有螺丝 我们刚才终于卸了 把这个两个 这块还有 两边 最后两个螺丝卸上来 拿来 这边还有 我先放在一边放好 门是大得开 门现在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看里面还有螺丝 这都得要卸 这样把上盖卸下来之后 把电线断开 把前门也卸掉 整个胶圈就可以看到了 刚才卸掉了外面的钢丝 里边的胶圈里还有一个钢圈 把它都卸掉 就可以更换成新的胶圈了 然后再把两个钢圈上上 就把胶圈固定住了 然后整个机器按原样按回 就完成了整个步骤 就完成了整个步骤